好就好 之前張醫師有在我們節目分享過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他幾乎生活傻瓜 就是你啦 什麼都不會做 保安哥也是啊 保安哥也是啊 你們兩個人 你覺得誰程度比較嚴重 我只是不太做 就是聰明人生 想要過好日子 就稍微讓自己稍微失能 可是失能不代表不行 像我回來生病 那時候我就自己會去做 但是盡量 他狀況好的時候 我們盡量就做得不太好 或做得很差 他就會受不了 就會拿去做 哪有 我們認識三十年 你也才做今年而已吧 今年有做 馬上被卸底了 整筆沒做就好啊 有進步了 有進步啦 所以你們兩個是評分羞涉啦 完全一樣 我不知道很難講 不過因為張醫師 真的大部分什麼事情都不會 就是包括做 比如說像我們買的任何東西 有什麼事情讓你覺得最傻眼的 其實他就是家裡 像回到家裡 就是東西都亂丟 那我叫他收個東西 準備個東西什麼的完全不會 然後甚至拿個抹布擦桌子 他也不知道要拿抹布擦桌子 抹布擦桌子 這不是小學有教嗎 沒有 他沒有辦法想像 我就說桌子濕了把它弄乾 弄乾對他來講 他是一個理工的人 就拿吹風機吹 因為他覺得這樣就乾了 因為他認為你自己沒有把他講清楚 你沒有告訴我說要多乾 吹風機吹的可以完全乾 膜不擦了還有點濕 他這樣講你也是沒有錯 可是你就很難想像 他連這個都不知道 好了你勝出了 你還認得過 我說我嘗試還是有 沒有 很難得你略生一丑 像我們家的燈泡如果壞掉 馬桶如果不通了 因為他每次都會在家裡面抱怨說 我在你們這個家 我只要照顧兩個姓姜的就夠 什麼事都不用做 一個姓姜的就是我 一個就是我女兒 我們什麼事就是只會叫一句 媽媽 就是馬上叫他 燈泡壞了叫他 馬桶壞了叫他 那你有什麼感覺 就是所有東西跟我修 我已經搞到年 我女兒在學校 學校東西壞了 他還舉手跟老師講說 叫我媽來修 已經是哪一個女生 對 已經 學校已經是一個 他在小學的時候 學校東西壞掉弄不好 他就說 老師可以叫我媽來修 對 他同學都是跟我去修東西這樣 對 所以基本上我在家裡 就是一個工人 然後負責所有的打雜 只要他們回到家裡 兩個人就完全失能 我不在台灣的時候 因為我很常出國比賽 我不在台灣的時候 小孩子跟他 他可以把事情做得非常好 我女兒還可以自己洗衣服 自己收拾東西 我一回到家 說的東西完全失能 回到家東西 把整件事都跟他無關 他也是差不多意思 他回到家 就整件事都跟他無關了 可是我不在台灣的時候 聽說他們都做得很好 所以是你太能幹了嗎 你覺得 我覺得我比較能夠 被交付事情 事情交付到我手上 我會想盡辦法 把它完整的做好 對 這是對這個家庭的責任 那他在家裡的作用是 沒有任何作用 什麼沒有作用 就是你知道嗎 有些人嘴巴會這樣講 那你知道嗎 就是說一個家裡總是要有一個 那個定海神鎮嗎 我覺得我是那個定海神鎮 定海神鎮是什麼樣的一個指標 就是說 一個不管是心靈層次 還是什麼的層次 就是說只要有我在 就安全了 類似這個感覺 有他在你就覺得安全了 沒有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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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有他在 因為家裡頭這些什麼 換燈泡馬桶 都是男生的啊 對不對 一般女生都不太會啊 你怎麼那麼厲害啊 沒有我從小到大就是 家裡東西壞掉 找人修很貴啊 當然要靠自己啊 溫安浩宜 你覺得這樣聽起來 婚後到誰改變 我覺得我們兩個人都沒有變啊 只是遇到對方以後 把原本的特質放到最極致 我覺得就是 像他以前打橋牌的嘛 打橋牌的女生怎麼可能弱 你第一眼看到他 你就覺得他還滿溫柔的 其實還滿 沒有那個強不是說 就是個性或是什麼 他其實一定很能幹 所以後來可以有自己的事業 那就表示 其實你見到他的時候 你早就知道他是這個樣子了 對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江醫師其實也是很典型 我們這個年代 旁邊有很多男生都這樣 我老公是連米也都不會洗 他以前會用洗碗機 洗碗筋去洗蜜 洗碗筋去洗蜜 因為以前 我覺得他們是一種計謀 你過去永遠不用洗蜜了 我覺得以前有一些傳統家庭 就是把整個 整個那個心力都放在男生身上 對 所以家裡面如果有一個男生 就是姐妹啊媽媽都要服侍他們 然後所有的東西就是都是女生做 他只要負責讀書就好 對 就好好讀書 那說實在的就是當先生 就是很多事沒有去做的時候 太太當然會越來越能幹啊 你會覺得很累 其實那我已經習慣了 對我來講沒有資格去想累或不累 因為回到家所有事情都我 對我只要一回到家 所有的事情包括 只凡工作也好 因為我還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我還有兩個人要照顧 然後這兩個人還是回到家就失能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我一個人扛 那 這難想像這種鋼鐵般的意思 是如何是被訓練出來的 是